都说这个发动机是工业的皇冠 那么它的涡轮叶片就是皇冠上的明珠 大家好 我是修飞机的莫里师傅 我们上期视频看到了一些涡轮叶片 今天带大家走进这台发动机 看一下它具体装在哪里 这是一款轴流式的涡喷发动机 它是没有风扇叶片的 今天我们用它来代为讲一下 我们的现代民航科技的涡扇发动机 便于大家理解 我们现在就把它想成一个涡扇发动机 这里风扇 然后低压压器机 高压压器机 燃烧室 这里有一个点火导线 高压涡轮 低压涡轮 尾喷口 我们上个视频看到那些涡轮叶片 基本都是低压涡轮的叶片 所以说低压涡轮叶片是在后部 在高压涡轮的后部 从尾喷口看进去 就可以看到低压涡轮的叶片 就是这一圈 很多个叶片 密密麻麻的一圈 它这是可以转动的 可以看到它的连接的形式 都是这种重塑型的 这种笋头一样的东西 然后夜间是带罐的 就这种有这种带罐的叶片 一个一两万 然后一个盘 可能这里有至少四五十个吧 和这种涡轮有点类似的 也可以旋转的 就是前面的进气口那里 压器机部分 最前面的就是一个风扇叶片 这是导向器是不会转的 也是一个支撑的作用 里面的风扇 这个就是风扇 也是可以转的 然后这里是带凸台的 以前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过我发的视频 有的现在的民用科技 有的发动机上 风扇叶片也是带凸台的 它叫减震凸台 从这个风扇叶片进去之后 就是压器机 低压压器机 里面那一圈 有很多圈 然后高压压器机 也有很多圈 所以说 低压压器机 高压压器机 然后燃烧死 高压涡轮 低压涡轮 就很多那种涡轮盘 压器机盘 所以它的整个尺寸就很长 这就是轴流发动机的最大特点 就是尺寸很长 然后我们看这种活塞式的 就很短一个 这么短一个 另一个区别就是 轴流式的发动机 迎风面积小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很大一个迎风面积 这就是这两款发动机的不同之处